国防部长邱国正首度证实 美国打算将在南韩、日本、菲律宾的储存弹药 移植到台湾 这印证去年10月外媒的报道 美国将在台湾部署大量飞弹 包括西式标强反坦克飞弹 还有刺针防空飞弹 让台湾不满武器 变成攻打代价高昂的豪猪 但这样真能吓阻敌军犯台吗 避战的措施绝对不是只有军事上的备战 还包括政治上面去避战跟直战 但是现在蔡政府 让人家疑虑跟恐惧的地方 就是只看到军事上面的备战 栏尾优行 台湾将变成东亚火药库 尤其国防部长邱国正前一天才透露 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台 共机恐怕会突入我24海里 贴近12海里的领空飞行 而国军前一天才这样放话 所以我们不再做第一枪的反应 我们也讲人家有航空实体 我就要做一个自卫的反应 我就要开枪 麦卡锡访台恐刺激共军 后果难以预料 更怕两岸不小心擦枪走火 传出麦卡锡将改在4月 趁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 在美国加州停留的期间进行会晤 还没有任何确切的规划之前 我不适合对外面来做说明 如果有的话 我们一定会来报告 就怕去年陪洛西风暴 共军围台军演重演 外交部口风超紧 但阮尾怒轟蔡政府 拿百姓生命换政治红利 不敢来啊 但是陪洛西来 台湾被限缩了 中国大陆七个地方演习 美国也没有任何动作 他觉得他惹不起 另类的抗中包胎 美国打造豪租台湾 刺激中国大陆 执政者只顾备战不谈避战 最终付出代价的 永远是无辜的台湾百姓 记者陈正茅王世仁台北采访报告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